第九真心叫阿摩罗史 它是超越阿拉耶史的第九意识 第九意识是心识 不是意识的作用 不是心的作用 我们的眼睛能看叫前五识 眼耳鼻舌身 这是前五识 都有识别的能力 但是这都是我们心的作用在眼 眼睛能看 心的作用在耳 耳朵能听 你的眼史只不过是心在眼睛的作用搞清楚了 那你搞清楚这个 心在你的第六意识里面 它能够展现 那就是心的作用产生的第六意识 心的作用在第七意识里面 莫娜史里面展现 它产生思考力 左思右想前思后想 那么第一 这个心的作用在第八阿拉耶史里面 它可以调动你的行云 调动你现代科学称道的潜意识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回忆过去生 回去天界的事情 无中生有很多的今生未见到的事情 在你脑海中浮现 因为那是你的第八阿拉耶史里面的作用 是心在第八阿拉耶史里面的 这个仓库里面 藏石里面 照亮了 展现出里面的灰尘而已 只不是过去的一些新的作用而已 这叫第八阿拉耶史 但是能使这一切显现的 叫第九意识 叫阿姆罗史 叫心本体 这是我们的明心必须要见到的